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伙 这位小伙想要成为富一代 来 掌声有请 全场热烈 大家好 我叫孙旭 来自吉林市 今年26岁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是富二代的爹 想找富二代他妈 来 那接下来看16个姑娘 对谁的感觉最好 算不出来 要不然我说过两天 范老师针对于燕子姐 这一对一的进行一下数学的补课 要不然这个数字真是算不大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伙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国江城吉林市 加油 我叫孙旭宇 独靠家里成为富一代是我的目标 我叫孙旭宇 独靠家里成为富一代是我的目标 然后挣的钱去新口钱 之前做宾馆的时候也是总劳业 所以从大学起我就不想浪费父母的钱 就出去打工 给淘宝店铺当管理 屁头啥的 熟悉了电厂的套路之后 我开了一个淘宝店 专门卖手机壳 这期间赚的钱不仅够了我的学费 还也够了日常开销 这是更给我不靠家里成为富一代提供的动力 大四的时候回到了吉林市 开始倒腾卖房子 当时就是把一个旧的二手房装入之后 再以高调卖出去 当时倒腾了两套房子 一下子就赚了八万块钱 为我富一代的目标攒了第一桶金 现在我的主营是做二手房这个行业 目前做的还挺不错的 我家里的钱也是归我管的 在17年的时候 我在南京投资了一套门市房 现在升级非常快 我过两天就去签合同 我的副业是在电商 目前我有9个电商店铺 今年打算开第10个 每月收入至少1万 目前我跟我父母住在一起 以后可以在吉林或长城买套全款房 就看姑娘想在哪住了 我朝着富一代的目想大步向前 我们全家都是全城热恋的粉丝 当知道我报名的时候 我妈就说 这回找的上次不用愁了 我看全城热恋 我看了老多年了 我婆婆也愿意看 我们家一家人都愿意看全城热恋 别人都说 我们同学都有的人说 哎呀你别去啊 你哪怕骗人的 那地方一说的 那个燕环就拉倒了 怎么的呢 我说我没有啊 我一分钱我也没花 我也没干啥 我到了报名了 完了就来开我的了 说给我儿子说个对象 哎呀我说这下好啊 他们都说骗人不是骗人的 当我要去面试的时候 我爷直接拿出去软件给我 大孙子 你想长生长长高低下 我跟你说我行 我不要 我有钱 我不行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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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交回的时候 你不拿钱 啥事 你不拿钱 你拿钱 你拿钱 我拿汗油 油油不少 必须不给的好 不行 大孙子加油 加油 你为了孙子媳妇来 这个好的 哪个脑 哪个脑 哎呀 这爷爷奶奶呀 这是这话都说远回来 哪个脑 哪个也不脑 都好啊 哪个哪个好 是吧 而且你看人这爷爷 这出手这大方 来面试就给一万块钱 这全家总动员是吗 妈妈今天来了吗 我妈来了 我妈跟哥来的 对 哎呀一看这个妈妈 重视演示 非常重视演示 非常重视啊 全家总动员了啊 哎 我看多少年了 看老多年了 我婆婆可喜欢了 这我婆婆跟我没来 她们身体不好 因为最早在那个哪儿下 在老家那下 就看老多年了 我就要报名我可喜欢了 我想问问 那那个既然阿姨和爷奶茶 这么关注这节目 她那个相中我 想让那个你找一个 我们台上哪种类型的 相中几号呢 我觉得你这个性格也挺不错的 这个老师这个职业 非常值得别人尊敬 二号范老师 说一下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做广告设计的 不是做老师的 不好意思啊 我以为你是老师的 我觉得这小伙子挺有能力的 然后挺有经商头脑的 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想看一下家里 因为就是说家里人的意见 我反正我是挺尊重我家里人的意见的 就是我觉得家里人给的意见的话 要参考 但是我是男生 我几乎这个婚姻方面 我几乎不听家里的 我都是我自己做主的 对 挺有好感的是吗 好的 那小伙啊 刚才短片里你妈说了 说咋身边有好多人说 怎么全城热恋是骗人的 是有人被骗了 不是没有人被骗了 就是说咱们这个全城热恋啊 就是报名嘛 就是说是报的挺多了 但是报完就没有信了 然后觉得就是说 就报了好几次名也不找我啊 就是说是不是 就是说里面那话有什么 迷路啊 假的骗人的啊 是吗 对 就跟我妈说不要去了 结果我妈一报的话 反倒就是选中了 那你来了骗没骗你钱呢 你得跟大家说说 没有 这个全城热恋 我没骗到钱 正午还吃晚那个盒饭呢 挺好吃的 因为现在没骗 还吃晚饭 对 你跟大家伙多说说啊 就凡是给你打电话 到你的去拍短片 一分钱都不要的 那就 真的就不要 而且他们就是说 当时拍的时候是非常辛苦 当时天非常热 就是说是连瓶水都没喝上 真的真的是 就让大家来辨别一下 真假全城热恋啊 要不然真的怕好多的 我们的观众上当受骗啊 我们的观众人